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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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什麼 如何避免專案危機 當你們看到這個的時候 這個情況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樣的 感覺 你們覺得你們現在專案有危機吧 有沒有 你有危機 是沒有危機 是已經住不出來 我們先假裝用瓶子耶 我們先假裝用瓶子耶 就是他們亂寫啊 我們先假裝都是 就是因為我們做的東西是 就是旅遊產品 所以它市場面其實很廣泛 就是看我們所見在哪裡 因為旅遊的人比較算是 沒有一個固定的區域 所以我們的市場是低 可是我們選擇我們的平權跟市場的時候 比較容易比較容易 然後就是我們這邊有偵測 就是臉部情緒的還有方向牌上面的一些 Sensor感應 然後會感應到它的心跳跟Mind的部分 然後還有它如果要睡覺的時候 或是心跳那裡比較 就是微弱一點的時候 就是要睡覺的時候 這邊有個振動器 會提醒大家 然後再來就是 當你要抽起來的時候 就是 折起來 然後 然後 然後這裡有一個 是 當然 我先講 他說 年輕的設計師 在挖的都是答案 但是沒有找問題 我覺得在座各位也是 你們找問題的時間 跟機會越來越少了 所以你要把握好 因為你找問題會影響你的設計 如果你沒有找到好問題 你的設計就不會好 有沒有 還有快喔 街 session